气泡排序法的部分 我们用那个除错模式来看会比较清楚 那我把重点稍微再注解写上去 首先呢气泡排序的方式 我们设定i等于0 然后呢 第一次不用排序 所以这个条件就是说 当追小于i 也就是第一次的话 一定不会小于嘛 如果是00 那就不需要排序 那再来就是当那个 前面的比后面的大 也就是它在上面 可是却比较大 那就要重新排序 排序的方式就是说 把大的值丢给temp 再把小的移到大的 再把temp移到小的位置上面去 就我刚刚讲的那种方式嘛 比如说上面的比较大嘛 它就丢给temp 丢个temp之后的话 它再把它过来 它再把它 其实就搬家啦 应该叫做气泡排序法 也可以叫做 搬家排序法好了 那你大概就比较清楚了 那搬完之后 最后把它归零 归零之后再重新再排 也有可能 这个地方后面的 也需要再重排 那如果说 加加的话呢 就继续再往后面 做比较 比较完毕之后 就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值的部分呢 我大概 比如说我今天 这个后面的部分 来看一下 这个 假设我今天这里面的值 多一点的话 这个 好像这边 就有几个数值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今天 又产生一个新的 0的部分 那0的话呢 当然这个地方 就要重新排序 排序的方式 进到里面来 比如说我进到这里面来 好 那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里面的值 这个950 现在是 这个值 如果说 它比它 这两个比较 现在这个值是多少 检视一下 950 那后面这个呢 980 那两个 这个条件应该没有成立 所以就跳开来 那再来的话呢 产生一个 0 第四个 空的 再来 再重新在 后面这个有没有 这个后面的比较小 所以我这个地方 就要做排序 它这边是649 那649的话 进来之后 好 那就是 它的比较方式 就是我先把这个值 先把它丢给temp 进来 比较 比较之后的话 然后再把这个int 这个值 现在这个值是 已经排了 丢到前面 那现在还是不对啊 它这个值还是要在比对 有没有 所以还在往前 往前 所以它还在挪 在挪 在挪 一直往前挪就对了 那挪到最后呢 它这个值呢 就会 搬到它应该放的位置 所以这个回圈的部分呢 只是在做搬家的动作 两个比较之下 比较往上 比里 又往上 又往上 所以这个就是 所谓的气泡排序法的方式 可以帮我们把最后的结果 也可以把它排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 除了说arrays salt之外 还有所谓的这个气泡排序法 把画面呢 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